各位同学好,我是邱老师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电表的使用 那电表在我们的工具列里面 在最下面的地方,这里有一个万用表 那万用表它可以量测电流、电压跟电阻 那这个翻译没有翻译得很好 这应该是电流表 那安培是它的单位,电流的单位 那所以这个电表可以做三种用途 那我们在量测电压电流电阻的时候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量电流的时候要串联 它要串在电路里面 量电压的时候要并联 要跟你量测的电压的点到对地 这两个点要做并联的动作 量电压要并联 那量电阻呢 量电阻就必须要断电 量电阻必须要断电 因为通电的状态下 电阻是会变的 而且电表在通电的状态下 不能量电阻 不能量电阻 以上是三个量测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的操作一下 首先我先准备一个标准的LED的回路 两颗电磁三伏特 然后串了一个电阻跟一个LED 电阻跟LED 然后形成一个通路 形成一个回路 那所以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呢 你先确认一下打开的时候灯会亮 通路是正常的 关掉之后灯会被关掉 好 在这个正常的回路里面 如果我们想要量它的回路的电流 那一个回路的电流只会有一种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回路里面 只会有一个电流在流动 那这个电流你在这里量 在这里量 量到的都会是一样的大小 那所以我只要把电流表串在这里面 串在这个回路里面 不管是你串在这边 串在这边 串在这边 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把它串在这边 所以我把原来这条线 把它挪过来 经过电表 再回到 经过电表 然后再回到那个电池盒 形成一个跟原先一样形成一个通路 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量电流的时候要串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电流表 安培数 电流表 A 然后当我们A型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上面清楚的看到10mA 这就是电流的大小 那电流的大小 如果你想要去 你在这里量 跟在这里量 跟在这里量 都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一般的LED 最大可以撑到 20mA左右 如果你是三伏特电路 撑到20mA是没问题的 那所以其实我的电阻 可以再小一点 让电流再大一点 它们两个是成反比的关系 那所以我可以来这里调你的电阻 再小一点 比如说50mA 就越来越接近20mA 那所以这个是量电流的方式 我们通常会利用量电流 然后去确认你的 去计算你的电阻 大概要多大 大概要多大 然后就可以保护这个电路 上面的LED 不会容易坏掉 然后可以用得更久 然后它又更亮 所以这是使用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量的是电压 我们先把线接回来 如果你要量的是电压 在一个回路里面 那电压在每一个位置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这里 这一点的电压 跟这一点的电压 跟这一点的电压 这三点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那既然是不一样的话 我们量电压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永远量对地的电压 那什么叫做永远量对地的电压 就是你的负极 永远接在电源的负极 那这时候你去量这一点 量这一点 量这一点 你所量出来的电压 就是对地的 直接的 绝对的电压 对地的电压 那另外一种方式 是负载两端的电压 也就是说我可以单单量在电阻上面 使用的电压是多少 在LED上面的电压是多少 这个是要做跨接在设备上的负载的电压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量 那我们先用第一种标准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你的其中一条负极的线 就是要一直接在负极 那所以你的正极如果接在这里 那这里这个点跟这一点是同一个点 所以你接在这里接在这里都是一样 那这一点是直接接在负极上面 所以你再切换一下电压 我们要量电压的值 量电压的值 那么所以呢 这一点的电压呢 因为它是直接接在负极接地 所以它应该是对地应该是零伏特 所以我们讲接地是零伏特 那这一点的电压呢 就是经过LED到接地 所以是等于是降在LED上面的电压 所以我把线挪过来 所以我们把这条线呢 接在LED的正极这边 那你量到的电压就会是 就是经过LED再到负极的跨接在LED上面的电压 那所以你Action之后 就会发现这个LED跨接在 跨接在LED上面的电压是2.06伏特 所以这是这一点对地的电压 这一点对地的电压 那么如果你想量这一点呢 我们一样把这一个探针 那个鳄鱼夹把它夹过来这边 那这里呢就是经过电阻 经过LED对地 那同时它是接在这个电磁盒的正极 2到的应该会是3伏特左右 因为你的电源是3伏特 所以大概也是3伏特左右 那刚刚讲 这个是绝对电压 就是对地的电压 那另外一种量电压的方式呢 我们会直接跨接在元件上 跨接在元件上 那比如说我想量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架 那这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两端 我把这个线直接跨接在电阻的两端 跨接在电阻的两端 那这时候量到就是降在LED上面的电压 所以我Action之后 你可以看到跨在LED 跨在电阻上面 是将近1伏特左右 所以刚刚跨接在这里是2伏特 跨接在这里是1伏特 所以加起来还是3伏特 所以整个回路是吃3伏特的电压 这个是量电压的方式 那再来量电阻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量电阻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电表先切换在电阻的档位 这样就是一个量电阻的万用表 那量电阻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跨接在你的设备上面 跨接在上面 那所以我如果要量LED的电阻 我必须把你的两条鳄鱼夹夹在电阻上面 那同时请你注意一下 我们必须把它做断路的处理 断路的处理 断路断电的处理 这样子量才会是准确的 所以我们Action之后 这边会出现50欧姆 这个才是它真正的电阻的大小 那如果你没有断路 没有断电的情况下 你这个量到的电阻值呢 可能会是这里过来跟这里过来 两个形成一个并连 因为它是一个通路 这是一个通路的情况下 你量到流可能会是这一条 跟这一条并连之后的结果 并连之后的结果 所以这样子量就会不准 那比如说我们Action 各位看一下 变成105欧姆 刚刚明明是50欧姆 但是你通电通路之后 量出来却是不一样的电阻 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 量电阻的时候要断路 要断路要断路要断电 这样才能够量到真正的电阻的大小 断路断电 这样才是真正的电阻的大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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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